为让政府施政能够快速透过媒体管道 以正确清新的态度呈现 先府特别邀请资深新闻媒体人黄乃琪 享受媒体沟通与新闻危机处理课程 让先府给局处新闻发言联络人 能够进一步政绩与媒体沟通技巧 以及危机处理方式 黄助理总监是中式资深媒体从业人员 但能够特派员、主编、记者、主播 实务经验相当丰富 因为媒体的数量有限 各个政府的局处单位有非常多的专业 不是媒体都可以能够了解的 所以政府基本上尤其在地方政府 必须把他们自己的业务很清楚地告诉媒体 现在传统的政府的思维应该要改变 就要从了解媒体在网络的诉求 或是对媒体在网络的表现方面 尤其是网络、网均 他们想要知道的内容是什么 那碰到一些重大的危机处理的时候 应该要怎么处理 这个是我今天上课的重点 幸福行政处处长林祺宇表示 透过专家的实际亲身讲授 与经验分享 可以能以会各局处新闻发言人 有充分学习 与媒体互动沟通位 同时能面对事件实际情况 做新闻发布 那民众了解政府实证情形 现在传播媒体越来越发达 那其实县政府的一个施政 需要透过媒体来让我们全体的宪明都知道 那今天邀请我们各局处的媒体发言人来 那希望藉由这样子的一个训练 我们找了专业的媒体人来为我们上课 让我们的各局处的新闻发言人 能够把县政府最佳的一个施政状态 还有现在的一个现况 能够充分借由媒体的方式 能够转达给我们的县民知道 让县民知道我们县府在为你们做哪些事情 课程中黄助理总经强调 随着传播媒体发达 政府与媒体的沟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政府与媒体沟通应当手中了解 媒体的需求并掌握处理的时机与技巧 除了举例说明 黄助理总经已让学员们 实际模拟记者会的应对与议题制造 学员们多是县府各局处的副首长 平时担纲 新闻发言人角色 和通过持续研习 能争计更单位媒体沟通技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